年龄都大 但是我相信 impossible is nothing 只要我想要 只要我努力 我觉得我都可以看到 王靖雅28岁 北京人 博士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古代史专业 主持人好 推荐员好 各位老板好 台下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叫王靖雅 今年28岁 北京人 现在就读于 中国人民大学 青史研究所 我就是传说中的 灭绝师太女博士 但其实没有那么严重了 属于我的人都知道 我是一个性格很随和 很容易相处的人 今天来到这个舞台上呢 主要是想求得一份 管理培训师 或者是企业文案策划 方向的工作 但是因为 虽然我年纪很大了 但是还是初入职场 所以也请各位老板呢 帮我长长眼 看看有什么 更适合我的工作 也可以推荐给我 谢谢 在此之前 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就是我妈是您的big fans 特别喜欢您 觉得您说话特别有水准 但是呢 她得在家帮我带孩子 因为我孩子还小 我想请求您通过镜头 能不能跟我妈问个好 打个招呼 您妈叫什么名字 姓仁 叫她仁姐 千万别叫她仁阿姨 为什么不能叫仁阿姨 因为她 把她说老了 她会不开心 仁姐姐您好 看你的女儿 非常高兴 我非常希望 是我婆婆 是你婆婆 不好意思啊 仁阿姨你好啊 你 别 她一说婆婆 我就想说这个 原来我跟她婆婆 是一个辈分的人 这样吧 小仁啊 这样说出了 仁妹妹 很高兴 您的这个儿媳妇 今天来到我们的舞台应聘 听说您是我的中式粉丝 我感到非常高兴 衷心的希望 您的儿媳妇 今天能够找到一份 称心如意的工作 好 向您问好 谢谢 我突然之间 有一种恍如合适的感觉 大家回忆一下 今天上来的三位 这个女生 一个比一个走向古代 你感觉没有 越来越远 朝代越来越远 到了这儿像个出土文物一样 她刚才说自己就是女博士 灭绝女博士是吧 是的 我看你的第一感觉就是两字 思想 来你的最新理由 敬雅的综合素质非常的高 她那不是一步一步走向古代 她的兴趣爱好是一步一步走向古墓 曾经探寻过非常多的古墓 因为她的这个学科的背景就是古代史专业 所以我非常期待今天非你莫属变成百家讲堂 谢谢 这种考古学家啊 他基本上都历史非常熟 尤其是对于一些野史 我们特别感兴趣的一些传说 他有过一些自己的研究 你挑两个来满足一下我们的好奇心行不行 比如说什么这个满清四大一案呢 福康安是不是乾隆四层子啊 这雍正传位的时候是不是余字改成了十四啊 你跟我们说说好吗 接下来大家伙 用手托着自己的小脑袋 听一听灭绝师太讲讲故事 首先先讲一个非常容易被反驳的吧 就是那个传位教书 传位十四案子 改为传位余四案子 首先那个传位教书呢 不是皇帝死之前写的 再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常识呢 就是清代的重要的诏书 全都是满汉两种文字写的 他即使改得了汉文 他也改不了满文 所以这个呢 基本上就属于一个无稽之谈 关于 他不是放在那个正大光明 那个扁后统一个密函吗 对对 这个是雍正之后才有的一个政策 就是因为雍正时期 康熙末年 就是康熙诸子夺地 争宠争的太严重了 所以雍正上台之后呢 有介于此 他这个发明了这个叫秘密立储制度 就是在他活着的时候 所有皇子都不知道 谁有可能成为皇位继承人 那个《甄嬛传》里面 作为你们一个考古学家 看这种电视剧 跟我们的这普通观众看是不一样的 你觉得里面有什么重大的历史披露 清代时期的这个分封制度之类 有相处的地方 有很大的漏洞 首先非常抱歉 我从来不看历史剧 我看着难受 我老公也不爱陪我看历史剧 因为我坐在电视面前 就是不停在吐槽 那我问一下你 这个我们刚才所问到的 福卡恩是不是乾隆的私生词 这是一个比较明确的答案了 就是没有这种可能 这种传言呢 主要是根据现在的研究 这种传言主要 其实是在这个民国 就是清代快灭亡的时候兴起的 其实是当时原在诋毁 这个满清皇室的这么一个故事 这么看来 其实你的工作是很有趣的 还好吧 你自己感兴趣吗 当然感兴趣了 那雍正 雍正那个 雍正怎么 你好八卦 好奇 算逮着了吗 雍正暴死的原因 雍正暴死的原因 现在学界比较倾向的 其实是吃丹药 对 因为雍正的工作量特别大 雍正时候他 创造了这个奏折制度嘛 就是各省的都府 三名以上的官员 都有权利 直接上皇帝上奏折 皇帝的工作量就特别大 每天不停地 批啊批啊批啊 他累啊 他得睡觉啊 对 你也没时间去吃一顿咖啡之一 对 也没有咖啡这么好的东西 然后他只能吃点丹药吧 然后乱吃乱吃就 对乱吃一顿 重金属吧 重金属 对 重金属 也不磨一点函数 还有那个光绪是被慈禧害死的 你好八卦 这问不完了 来问点其他的演示的吧 听说你还喜欢寻荣探幕走访古迹 是吧 你走访过一些什么古迹 基本上 北京周边的清代的王公贵族墓 能去的都去过了 那你发现过什么呢 真的有盗墓人死在里面吗 这个前陵的考古报告里面说有 但是现在的其实这些所谓的地宫和这些墓 早就已经被绝得特别干净了 很多这个古墓已经被改成了什么蓄水池 然后大队里面放白菜的地方就变成了这种地方了 摩金效尾是怎么回事 你说的是盗墓笔记里的 还有什么黑驴蹄子能够避兴 首先想跟大家很多人有一个误解 我是历史专业的 我不是考古专业的 也不是文物鉴定专业的 我把你当成一个说书人 他今天来应聘的岗位是策划和人力相关工作 这跟你的古代史根本不相干 我要想应聘跟古代史相关的工作 我就不会来这儿了 那倒是 那静雅你学古代史学了多少年了 十年 你学了十年 然后去换其他的行业的工作 不觉得可惜吗 首先我很喜欢搞学术研究 但是真正搞学术研究的岗位是很少的 然后如果以我的这种资质把算是进到事业单位 有很多事业单位是那种就是挺耗人的 但是你是不是有一个原因没说 咱们国家有那么多的大学 很多学校都有历史系 我觉得他们也会有老师的更新换代 也会有青年教师的岗位 你为什么不去呢 就是因为我家在北京 我全家人都在北京 我只能在北京 然后北京有大学 有历史的大学 主要联合大学 然后首诗大 北诗大 清华北大人大 没有了 其实我觉得有一点你必须要说清楚 作为你一个古代史专业的博士 你现在的转行 你原来的专业对于你所要应聘的策划和人力相关工作 有哪些优势 我觉得清代的这个官僚体制 清代是一个有两万多官僚的官僚体制 我的博士毕业论文是研究这两万多官僚 它是怎么升迁的 是怎么升官的 我觉得虽然可能差别很大 但是管理的精髓和内涵是有所相通的 但是这种研究没有意义啊 这个清代已经灭亡了 你这样啊 这明天它已经不适合现代的发展了 你这样 如果你是皇上 用这些大臣们 你准备把他们谁用到哪个岗位上 虽然说没有太过于的形象 但是也体现你一方面的能力 比如说慕言 你会给他安排什么岗位上 都可以用啊 我也可以用 你准备把我们用在这个朝廷当中的哪个尺位 你是皇上 首先从咱们归原有机奶的 您去经扇司 经扇司是干嘛 经扇司是专门为皇帝准备吃的的 公里 为什么还不像个厨子 但是我觉得咱们归原有机奶 规格这么高 就是悬料这么精 皇帝也是这样 皇帝不怕鬼 不怕花钱 他就要悬料精 要这个东西好我才用 我觉得这个特别 金扇司 是吧 金扇司 太谢谢了 来 王文刚适合干什么 可以去 呃 鸾一卫 鸾一卫就是掌管皇帝出行的时候 这个排场和卤布的 就前面撑牌子那个是吧 呃 撑牌子还是那打散的 但是他除了打散 还有一系列的这个 而且就是还有一系列的仪仗队 对对对 这不是应该周老师干的事吗 有点好奇 对对 你把这个活给我是出一首考虑呢 周老师这么温婉 应该到后宫去调教后宫女子 老宫女 那叫什么名声 什么名声 调教宫女的 在后宫调教宫女的叫什么 那我要问一下 我是官呢 还是奴婢呢 老嬷嬷 对对对 就是那个直说 龙嬷嬷那个体验 不就你没说 清代的后宫是没有那个官制的 但是有 就是就是有一些级别很高的宫女 级别很高的宫女 咱们现在可能看这个古代剧都被误导了 但其实那种级别很高的宫女 他们就是叫嬷嬷 叫嬷嬷 对对对 周嬷嬷 以后有了啊 陈浩师和干什么 陈浩师当然是去上书房了 去上书房 上书房是干嘛的 上书房是教导皇子的 教导皇子 太妇 对对对 那还有一种叫上书房行走 那是什么意思 是借调来的是吧 行走其实就是干活的意思 他挺多行走 太妇啊 别开玩笑 尹峰 尹峰是要干什么 哎呀 直接进宫当娘娘吧 这么漂亮 要什么 干什么活呢 为什么不做太后呢 下得我比的叫地上了 太后 太后丈夫都死了 多可怜啊 对 来来来来 那个人 那个人 我就想知道她是要干什么 通灵珠宝 沈东军是要干什么 真是大内总管 太内总管 当皇帝吧 你想跟你奔在一块 没门 哇 是这个 他适合干什么 要不然咱们也去内务府吧 内务府的珠宝 是全国最好的珠宝 而且各地上供上来的东西 都需要您来张眼 哎呦 你这是太太 这过几天就被砍头了 你这么搞 怕就怕坚守自盗 你没看她的口号吗 我就是为了赚钱活着 对 下一个和声 来来来 韩叔的好影 叔要干什么 这是东姑娘娘和西姑娘 哇 这也是 完了 你直接给这两个弄成仇人了 哎呀 这两人啊 行了 剩下两个就不用你说了 许怀者做锦衣卫 那个做